今天和大家看看投資回報率的期待 在未來3至5年的情況是怎樣 事實上在COVID-19這個疫情之前 我們數過去40年由1980年到現在 投資回報率最重要的Benchmark 或者我們的標準點就是10年的政府債券 已經告訴我們一個訊息 就是所有回報都向此開始 亦都逐漸地向下走 如果看看紅色線 這個10年的政府債券由1980年代 曾經高達17、18來一年 到現在一力不足的氣候之下 就反映在其他投資的資產裏面 例如綠色那條線就是所有的物業 就是寫字樓、購物中心、住宅樓宇 全部這些物業的投資回報 亦都你看到逐漸向下 雖然那條線就是沒有政府債券 錯上錯落而且跌得這麼快 在另外的資產類別 譬如說好像股票 其實股票最主要的收益也是股息 今年不要說了 今年COVID-19很多公司 連銀行都說不派息 或者派少很多息 但是就算是沒有COVID-19的話 你見到股息也是逐漸向下 通常10年的債券的利息這麼低 就是反映在銀行的定期存款上面 定期存款到今天為止 現在一年的存款一來都不夠 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會持續多久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最近政府發行了一個三年的政府的債券 TREASURE BOND 那個回報只是每一年給0.25利 如果三年的政府債券的回報這麼低的話 你可以期待這一種的銀行定期的投資回報 在未來三至五年也不會好到哪裏 大家對回報的期待 就有這個心理準備好些了